论宦官专权有比唐朝更严重的吗? 这点是一个巨大的差别 等以后我做课的中堂时期课的 这个要好好讲 这个是需要很多铺垫的 讲很多的历史事实的 然后反复阐述的 像有人问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这么大的一个结论 不是简单的两个事就能得出来 更不可能是 我说出两个事你就能信的 所以等我课吧 王老师的课啥时候上线 隋朝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 但是说到中堂还得过个两年 为什么古代沙翔的人 大多数没有好下场 首先呢 美好下场的比例 没有那么那么的高 如果说有一点 可以左右沙翔的人的下场的 就是这种人吧 一般比较狠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比较狠 所以如果他失事了 他的丑甲会把你枉死了怒 另一方面 就算不说丑甲 如果你犯了什么错误 比如像白起那样 你让君主对你不满了 君主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大家想想换成你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好人 如果是一个好人 然后你是他的领导 或者说你就是他的皇帝 那他如果犯了点错呢 或者说他不太受宠了 你可能还会留一些情面 不会把事情做绝 但是如果是一个狠人 你就算以前重用他的时候 也知道这个人心狠手辣 那如果你跟他翻脸了 会不会往死里弄 这点呢 其实在现在也一样 比方说在一个公司里头 谁要是个不说积德行善吧 与人为善的一个人 那么他在倒霉的时候 有人会帮一把 或者也不是有那么多人 就非得落井下石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靠强硬手段的 这种狠人 以前大家可能不太敢惹你 但是一旦你出了问题 一旦你落井 必然踢那个筐 往死里给你砸 这个可以说就是道德的作用 你牛逼的时候 你觉得道德没用 拳头有用 有钱有用 但是没有人会永远在风口浪尖上 等到你不可避免的 碰上挫折的时候 你的道德 或者说你以前的缺德 就要发挥作用了 没有西方影响 清朝能超过四百年吗 四百年都不用想 三百年其实都不容易 清朝后期啊 他还是占了近代化的便宜的 比如有关税 贺德给收出来很多关税 然后呢 清朝后期各种洋务运动 办公商业 也是确实提升了国力 增加了税收 所以清朝一直到后期 一直到晚清 亡清 他都不是特别特别的缺钱 他如果缺钱 那会怎么样 继续加税呗 跟历朝历代都一样 那就接着再造反了 所以清朝啊 没有西方影响的话 那他的财政呢 其实会更糟糕 你别看签了那么多条约 搞出那么多赔款 但是总体来说 近代化就在钱上 对于清朝还是收入大于支出的 大了不少 对于清朝来的财政